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除60的计数器 那这个60的计数器我们会用两颗线程标准的计数器IC来实现 那这两颗IC呢分别是7490跟7492 那7490是一个标准的除10计数器 那我们会串接一个标准的7492的计数器 来构成一个除60的计数器 那这样的计数器呢其实就可以想见 可以普遍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的输入的频率你的时迈是每秒一次是1Hz的话 你就实现了一个非常容易的除分钟的计数器 也就是你可以每次做分钟的倒数计数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一的看如何实现它 那我们使用的7490这颗IC呢 它的角位图如左所示 那可以看得到它其实还是一个14支接角的一个标准的逻辑电路的IC 那这边可能要大家要注意的是 它的VCC跟Ground不再是14跟7 它的VCC在第五支角 它的Ground在第十支接角 那中间还有一个NC 也就没有使用到的接角 那它实际上它的内部方块图是长这样子的 那它会它实际上是用左边是一个除二的计数器 右边是一个除五的计数器 那我们如果要使用它为一个除十的计数器 我们必须把除二计数器的输出串接到除五计数器的clock输入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串接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除十的计数器 那这样一个计数器呢 它整个激励表是长这样子的 那这边呢它有四支接角 R0 of 1 R0 of 2 R9 of 1 R9 of 2 就是R0跟R9 它都有一些reset的input 也就是重置时候的输入 这样的输入是为了 可以做预设值 或是把计数清除为0的使用 那再次在我们今天的实作里面呢 为了简化我们的说明 我们就不去理会它 我们就把它一开始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些重置输入呢 全部定在我们的技术模式里面 那我们的技术模式呢 只要R0跟R9各有一只脚 是接到0的 接到低准位 它就可以进入技术模式 那这样的技术模式呢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它会从0技术到9再回到0 那要注意的是QD 它的QD是最高的位元 QA是最低位元 所以它的QA QB QC的次序是大家要注意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如何使用标准的7492 这个IC 去实现我们的除6的技术部分 也就是除6时的实位数部分 那左边呢 就是它的一个接角图 Again 它是一个14只接角的IC 那要注意的是 一样它跟7490一样 它的VCC跟Ground 是在5跟10的位置 这个请大家注意 那它的内部的那个正反器的结构呢 它的示意方块图 如这样的所示 那可以注意到 它实际上是一个除2的技术器 跟一个除6的技术器 那由4个JK-free flop构成 那这样的一个架构 原本我们的想法是 我们既然要除6 它有一个预设的除6技术器 那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可是如果大家 去分析它的那个技术器的输出呢 就会发现一件事 那它的激励表是这样子的 那可以看得到的一件事情是 虽然它可以除12 可是它除12的Mode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由1数字输出 QA QB QC 是由0到11 实际上它的输出是不一样的 那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们利用它来做除6的技术器 直接使用QB QC QD 来做除6技术器 那我们观察它的输出 实际上它输出的数字 虽然还是除6 还是用6的循环 可是它的数字是 0 1 2 4 5 6 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0 1 2 3 4 5 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我们可以构成一个除6的技术器 可是实际上输出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从59会变化成0这样的依序的一个观念 那为了可以完整的使用 那我们只好用别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除6技术器 那实际上我们发现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那个接角QA 直接输入到Qinput V 的输入也就是Clark V的输入 那我们会发现 它构成一个完整的除12技术器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只针对它的QA QB QC 这部分这三只接角可以发现 它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所想要的 0 1 2 3 4 5的变化 那高位远呢 我们就不要理会它 我们不理会它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除6技术器 那利用这样的观念 虽然跟我们的直觉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是大家设计要注意的 那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除12的技术器 使用低位远的3bit的部分 那一样它的重置输入在我们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是忽略不管它的 所以它的Reset Input R0 of 2 R0 of 1 这两根接角我们一样会把它接到0 让它进入技术模式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除6的技术的部分 这个就是整个除60技术器的一个硬体阶线图 那最左边一样 我们用一个push button跟一个上拉电阻 那当push button压下去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复原的edge 复原的那个波形产生 那它会输入给我们的除10的IC 那7490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复原输入是给clock A这只接角 那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把7490除2部分的技术输出 我们必须把它串到除5的技术输入 所以QA必须接到clock B 也就是图示上面的CK B 那完成了除10的部分之后 我们要把QD QD也就是最高位远的输出 接到我们的十位数 也就是除6技术器的部分 那除6技术器的部分呢 我们的QD是接到我们的clock A输入 那again我们说我们要完整的把它串接起来 成一个除12的技术器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QA的输出 就会接到我们的clock B的输入 那QA QB QC呢 是我们真正使用的 那在这边QD它虽然除12 QD也会有变化 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不理会它 直接把它忽略 因为QA QB QC 就会完整的构成一个除6技术器的一个模式 那把它接到我们的BCD 到那个七段显示器的解码器 我们使用的是74247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解码到 我们所希望输出的一个七段显示器 那当然上面的就是我们的各位数显示 下面就是我们的十位数的显示 那在这边要强调的是 74247实际上可以让我们的显示全部归零 如果你的十位数没有数字希望把它归零的话 其实可以靠它的控制结缴把它 disable掉 那在这边我们就忽略了这一部分的应用 那 again 经过这样的一个线路的不接接线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实际的实验结果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行我们最后一个实验 那这个实验呢 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希望用7490跟7492来构成一个除610的技术器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面包板上 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7490 那它所接受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上拉电阻加一个push button 那这个按钮呢会输出一个那个复原的信号 那这复原的信号会输入我们的7490 那我们讲过7490本身就是一个除10的技术器 那当然要把QA的输出接到Clark V的输入 它的输出呢四肢接角QA QB QC QD 就可以直接接到我们的输出74247 那我们已经在上一个实验看过 也使用过74247 它是一个VCD2气段显示器的一个解码 那一样我们用供阳的气段显示器 把气段显示器所有的接角 经过一个限流电阻送到我们的74247 那在除10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个位数的部分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线路 那在完成我们的个位数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那个个位数的最高位元 也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个位数的QD 直接再把它送到我们的12技术器 也就是7492的部分 那7492我们解释过 我们虽然拿它来做我们的除6的技术器 那可是因为它的高位元的输出呢 并不照我们所希望的次序 所以呢我们还是把它构成一个除12的技术器 但是我们除12技术器呢 我们只使用它D位的部分 我们只使用它的那个QA QV QC 那QD呢我们就不接 那QA QV QC呢 它一样会从0变化到5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输出呢 我们还是送到一个74247 那做那个VCD土器断显示器的接码 那我在这边还是必须说明一下 为了我们的实验的简单 跟我们说明的方便性 我们并没有做那个数字的那个归零的动作 那所以要是各位同学在 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线路接好了 那电源正负极也接好了 万一那个数字不是在0到59之内 只要按几次 应该就会进入我们所需要的范围 那一旦它进入我们所需要的范围 它就不会再任意的变动 那让我们示范一下 如果现在的数字已经在47 已经在47 这个是10位数 这是个位数 那让我们来实验一下 那必须说明的是 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就没有用防弹跳 那只是偶尔也许一次会跳两三个数字 那这个是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按一下 数字就会变成48 好 那再按一下变成49 再按一下50 那以此类推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数字 就53 54 55 56 57 那一直变化 一直到59的时候呢 它会归零 那以此类推 那就是变成 恢复到从零开始技术 那这样是11 12 那我们刚才说明过 我们并没有利用74 247 可以disable的功能 所以大家看得到 我们的数字还是持续的在往上跑 那就算 十位数是零 它一样也是会显示出来 零一零二的模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又回到 我们的49 50 五一五二 五三 那可以看得到 59之后 它又回到零 那这样 用如此的一个循环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实际上 我们要做一个除六十 也就是计 以分钟计的一个计数器呢 并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大家在这边的那个按钮呢 复原触发呢 有办法找到一个 以每秒一次 也就是一赫子的震荡输入 那就可以构成一个分钟计 分钟的计时器 那以上呢 是我们很简单的用 现成的7490 跟7492 除10跟除12的一个计数器 我们把它串接成一个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 除60的计数器 那相信经过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示范 大家都知道 怎么用现成的IC 来实现我们所希望的一个 循序的电路 那相信透过这样的实验 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 循序逻辑的组合 让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到 循序逻辑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复杂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很多的 现有的IC 来实现我们整个循序逻辑的一个实验 我们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就构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计数器 或一些逻辑输出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实验 答案 这 refusing 我想 这么恭 zoom 就是 中国